韩国空军引进的首架空中加油机,将于11月12日抵寒。 2019年,韩国空军还将新引进三架空中加油机。 据报道,该空中加油机,将接受为期一个月的验收检查,检查范围包括其系统结构、装备、空中加油性能等规格和质量标准。 在验收期间,空军计划利用该机像F、15格和KF、16等战机,进行空中加油。 2019年,空军还将新引进三架空中加油机,均来空客DS公司的V330M2TT机型。 该机全长59米,宽60米,燃油装载量为108对。 目前,加油机的驾驶员,公游操控员选拔培训工作已完成。 空中加油机将负责向空军主力战机F15格和KF16,以及明年至2021年将引进的40架F35A进行空中加油。 空中加油机投入实战部署后,寒军战斗机的空中作战时间,将延长超过一个小时。 空中加油。 空中加油 taken damsdare机F16, Initially méd JohanlocSL在骂炎速军合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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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